今天很想介绍一个茶子粉给大家认识 茶子粉有很多用途 其中一个是可以去除农药 平时在街市买的蔬菜和三果 我们都可以用它 我今天买了西兰花 我示范一下如何浸泡西兰花 首先我们用一斤茶子粉 放在盘子里 然后我们用水 有啤酒看到慢慢会呈现这些变化 这个就是茶脂里面的茶 还有看到泡泡 这些是检验的变化剂 其实你可以用它 有顺度就一个了 它就会融入去 买回来的西南花,原装浸就可以了 不需要切掉才浸 因为桑菜里面有水溶性纤维 这样浸就可以了 大概浸10至15分钟左右 我建议大家浸完之后,切完之后再拿水 备用,最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